Amy Booker 基礎教學 我是Kane Charles 今次會講怎樣做一個簡單的Back Test 那就是用一個 Simple Moving Average Crossover 一個非常之簡單的Logic 去做一個Back Test 其實Back Test有兩種方法去做 一個就是如果你是用別人的Code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別人的Code來用 另一個自己寫 現在示範一次自己寫 首先要開一個新的Analysis Analysis之後當然要寫曲 你可以按這個Edit 或者按一個Formula Editor 都可以的 如果你有一個現成的File 就可以選一個現成的File 假設我們沒有要重新寫一個 按這個Formula Editor 然後就開始打曲 我們買的時候就要打Buy 等於我們就要是 當快線Crossover 慢線就會是Buy 所以就是Cross 快線就是MA 我們假設快線是用20天 慢線是用50天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慢線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慢線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慢線 SlowMA 都是Buy 都是Buy 上發收市價50天 這個MA 做完之後就可以做一個 January的Signal 出來 我們就說 買入 就是等於 當有Cross Over 那時候就做了 而哪個Cross Over 哪個呢 左邊就是Cross Up 快線 升穿慢線 升穿的 就要在左邊 那就是說 Fast MA 升穿 Slow MA 就會是買入 那 反過來 買入 那什麼時候 平那個買入倉呢 就會是 當快線跌穿慢線 那這次的情況 我們就平了那個 渣倉 所以就是 Sell 等於 Cross 那這次的情況 再反過來 就會是 Slow MA 在左邊 Fast MA 在右邊 那意思就是說 快線 跌穿慢線 那另外 反過來來說 就是慢線 升穿快線 那這個就是 Buy 就是代表 買入的 Open Long Open Long 那而 Sell 這個 Keyword 就會代表 Close Long 買入平倉 那而 沽出呢 沽出就會是 有另外一個 字眼的 叫 Short 那但是 我們留意到 Short 和 買入平倉 那個條件 其實是一樣的 當 那個 快線跌穿慢線的時候 我們會平 開倉 而同一時間 我們也會開一個 新的 枯倉 那所以 其實這一 部分 和這一部分 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 寫法再快一點 就會是 Short 等於Sell 就可以了 那 而 至於是 我們 枯倉 平倉 也有另一個 Q 叫 Cover 那 Cover 和 買入 那個 長倉 開倉 那個條件 是一樣的 所以我直接把 Cover等於Buy 已經可以代表到整件事了 然後 最後 我們在這裡 改一個名字 叫做 嗯 嗯 SMA SMA Chors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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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然後 Enter Enter 之後 按Save 然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Custom 這裡 多了一個 file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 開啟 我們那個 file 我們要看回 我們那個 Amy Broker 裝在哪裡 那 如果 X86 Version 通常都會在 Program Files 就沒有了 X86 Amy Broker Formula 有一個 file 然後 Custom 裡面 就會找到 我們剛剛 save 那 Enter 之後 我們就可以 Backtest 這樣就會出了一些 trade 但為什麼 Symbol有這麼多款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還沒設定好 我們可以在這裡 例如我們要 測試 一個 小事圖 我們Apply to 這裡要選 如果所有 Symbol 即是無論你 你不理 測試哪一隻 全部都幫我測試 另外 我們這次 就是想測試 護心300 或者是測試 我們現在正在開拍照 所以就選 Current Range 這裡 All Quotes 就代表你有多少 data 就測試了多少 如果你想測試 某個月份的話 你可以選 From To Date 然後這裡選 你想測試那個 時段 今次我就會測試 所有的data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有些result 出來了 買賣的日期 時間 這樣 但我發覺 我們今次 只是做long 為什麼呢 因為在setting 其實還沒設定好的 入到setting 我們發現 這裡第一個 就是起始資金 就有一萬元的 一開始就是一萬元 那你試一下 十萬元開始 然後 Position 我們Long Short 都會做的 其實 那 至於這個Parrot 其實我們剛才是選 Hourly 你留意這裡 我們選了Hourly 但它裡面的setting 選了Daily 所以 如果你這裡選了Daily 它也是幫你測試Daily 所以我們配合 選Hourly 當中 我們每一個trade 其實都有個費用的嘛 那費用那裡 我們就要選錢PerTrade 那我們例如 是0.1 可能是0.5 每次做Trade 就要有0.5的費用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就可以確定 然後再做一次Back Test 你會發覺 它這次的Back Test 就是Based on 每個小時的啦 那當然數目也是多很多啦 你也可以看回它的Share 你會發覺它的Share 為什麼手數每次都不同的 這個位置 34手 33手 37手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不set的話 它就會是預設就是用了Amy Booker 的一個Money Management的系統 那麼手數它就會自己幫你調節的 那如果你想 你不想用它 Amy Booker 預設那個Money Management System 的話呢 你就要在Code 加一句 設定的 這個設定的 這個設定呢就是 叫做 這個設定呢就是 叫做 然後Save 再做測試的時候呢 我會發覺每一個Share 每次買賣都是做一手 那我方便理解 如果我只是想算 計算賺多少點數的話 那我看最後就知道 是賺1,300多點 那整個運作 就是這樣啦 那然後我們去看那個Report 這個Report 這個Report就可以知道 這個Report就可以知道 寫上賺了多少 Shark Ratio 然後看回那個Chart 然後看回每個月的Performance 是升多少至多少 那些暫時的分佈是怎樣 都可以透過這個Report看回的 那最後啦 我們如果想看回那個圖 在哪個位置 做Trade 我們可以Right click這裡 然後Show Arrows For Actual Trades 那我們就見到有些箭咀 就標明 在這個位置做了沽 和買入的平倉 沽到這個位置 就做測 這個位置就測 向上箭咀就測 向下箭咀就測 那當然這個Trade就應該輸了 但是這個Trade就賺了 這樣 然後對回不同的Trade 呃...如果要對的話 我們可以看回 進回一些Moving Average 我們剛才是20日 所以這裡打回20 然後萬線是50 所以可以加回多一條萬線 是50 用個...第二隻顏色 那你見到...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測試我們的策略了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測試我們的策略了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測試我們的策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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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小炒